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被用来探索未来的可能性 当然也提供我们对规划未来仍有个参考的依据 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我非常欣赏的优秀占星师 以他的资历和背景可以用见谷资金来形容 今天他将带领我们从占星学的角度来洞察理解未来的趋势 欢迎VIA 吕馨如 馨如好 杨虫大哥好 大家好 前一阵子吧 馨如推出了一本新书 太阳系行星意识 而且又举办身心途径整合的占星讲座 受到很多人的喜爱 那我们今天是邀请VIA 馨如来跟我们分享新书内容之外 也想听听你在占星学的角度洞察到的一些未来发展趋势 那在正式开始进行今天的节目之前 请VIA来跟大家聊聊 你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身心灵领域 又是如何走入占星学的呢 我自己的话其实跟很多人一样 也就是二十多岁的时候非常苦闷 找不到生命的 找不到生命方向 然后那时候开始就是慢慢接触有一些新时代的书籍 然后申请那个课程就从那个时候 但是真的在转向主要是因为 就我自己本身是学历史的 然后后来就说在历史在那个研究所过程中 其实我很喜欢因为我很喜欢看谈人 然后看这个人类的集体是如何的 这个被历史潮流推着走 然后又是反过来如何创造历史 那我自己后来又当了历史老师嘛 那历史老师我也很喜欢啊 就是跟小朋友谈历史啊 谈故事啊 可是就是讲到最后 总是觉得好像心里空空的 就是好像没有教到我 我想教的东西 然后我后来才发觉 就是说与其说去谈这个人外在的这些故事啊 这个历史变迁啊 其实我更想谈人的内在 我想谈这个认识自己 认识生命 认识这个成长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就甚至于我就是直接辞了教职 然后我就去这个四处探索 我就好长一段时间就是东探索西探索 然后当时就在那段时期内 我就学了占星就开始研究了 如果这样来讲是蛮有渊源的 就是因为历史 喜欢历史的人就是喜欢建谷资金嘛 然后会有一个脉络嘛 很长脉络 然后占星 这个本身就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渊源 对不对 所以在某个程度跟你的兴趣 应该是蛮结合的 是 我觉得对占星来说 他就是把原本的历史 用一个更大的背景 太阳系的背景 或者是说 他把原本历史又说得很小很小 他放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一个故事里面 对那我通常很喜欢了解说 当你遇到占星的时候 比如说我遇到苏菲旋转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那个途径就是 就是跟我心心相应 当我在旋转 我说进入了途径就是 充满的喜悦 那我要问的是说 当你接触占星 或在占星里面去研究浩瀚的这个星象星座 你那时候的心情跟内在 是不是有慢慢的越来越踏实 是 对我来说 感觉上真的就是说 好像生命找到一个轮廓了 不然的话就觉得好像之前是 你就是一只小船 然后在这个大海中行驶 也不知道去哪里 也不知道会到哪里 那你也不知道你来时路 和其他的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但我觉得占星那个时候 真的是非常 让我有一个锚点吧 就是说突然好像有一个点 让我可以感觉到说 在这个地方 生命可以从这个地方 然后展出一个结构出来 所以那个就有点像我们讲锚顶对不对 如果在大海 你行动那个船 好像就有一个锚顶 好像就有一个方位的方向 是 好特别 那所以这样一路栽进去 到现在这样已经有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那你自己将自定位为这个占星疗医师 所以我们想要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角色 或是说占星疗医师可为个案提供哪些的协助 这样 我会特别谈到这个不只是占星 还谈占星疗医 主要我觉得好像是我的一个利基点 可能有点不同 因为我其实是先对人产生兴趣 再来才是占星 所以对我来说 人是那个本质 那因此就是说 就像我那个时候 当老师的时候 就是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好多的小孩 好多学生都有 那个内在非常大的痛苦啊 困惑啊 然后但我又不是辅导老师 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谈 然后除了自己 然后他们跟朋友啊 跟这个尤其是跟原生家庭 父母之间的纠葛矛盾 那个国中高中的时候 都非常非常明显 那其实这一段路 我自己也是很很有感受的 就也是这么样的 这个挣扎 一路挣扎出来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想说 什么样的路径 对我来说 是真的可以走上 这样子的一个解答 或者是化解的一个途径 后来就是找到占星 我觉得它真的是 一个太好的切入点 那为什么 就是说这个占星疗医 对我来说 那个疗医啊 是什么 其实我会觉得 疗医不是给药 所以占星它也没办法给药 其实它比较像是整合讯息 就当你有办法 把生命的整体 做了一个很大规模的梳理之后 讯息都清楚了 那你自然可以知道 那个出路在哪里啊 我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 像很多人喜欢问 那个情感的问题啊 就是说啊 这个情感不顺啊 然后甚至有些 老是遇到渣男什么的 那可能有些人来 就会想说 那你告诉我 怎么遇渣男 或者是什么时候 算一个证员给我 这样子 然后我都会 就是慢慢刚谈 其实我的方向 不在这边 因为对我来说 就是说 如果我没有办法 就是说 我们讨论出 你的情感的 增结在哪里啊 你到底在爱上面 你需求什么 你弥补什么 然后或者是 你在很多事情的思考上 你是不是有点脱离现实 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整个 梳理出来的话 那就好像是 那个房子漏水 你没有找到 它真的 到底是哪一个地方 这个有一个洞 还是什么管线有问题 那你没办法 真的去处理这件事 所以 所以占星的这个讯息打开之后 我们就有很好的 一个方向可以去观察 观察之后 有可能就可以校正 然后把这个问题化解掉 你这样讲 我就觉得比较有趣 是像一般人 现在不管 我们讲这个传统上叫算命 然后或是说一般的 我所以前认识 像有包括占星星座 好像都有类似 很多人就很急 就是你给我处方 或是我有什么 我有爱情的问题 我有事业的问题 我有金钱的问题 那给我一个答案 然后怎么去做就对了 是 可是你在讲的这个疗愈师 就让我想到说 疗愈本质就是 出自英文那个healing 它原意就是 如何让自己觉得感受到 自己清晰 然后完整 是 那所以你刚刚讲 我就觉得很棒 是说 其实你透过占星 你希望这个领域 能够把它整个展开来 是 每一个人在 他在占星 可能找到他自己 人身上的位置 然后更清楚之后 一旦他清楚他自己的话 那个方向展开之后 疗愈自然就发生 自然发生 没错 所以疗愈师 某种程度 你对自己的期许 或是某种程度 其实不是 短短的给一个 我们讲的这个 什么 解放 很快的解放 对 或者一个 马上给我 而是慢慢的梳理 然后慢慢去聊聊 他人生 包括他的背景 然后之后 再能够给他 比较全面性的 一些一些 知识 或是可以帮助他 其实更了解他自己 对不对 对 更了解 其实有的时候就这样 就是自己 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彷徨 什么方向都找不到 然后没有救了 但事实上 其实只是欠缺 就是说 有一个人在旁边陪着 然后就是 讲清楚 整个状况 讲清楚 梳理开来 有的时候 甚至我们不需要建议 他自己就 就说出来了 就其实他就是什么什么 他早就知道了 Via你这个 我应该访问了好几个 他们在做智商师 做疗医师 他们讲的都跟你一样 是说 其实你知道 在旁边好好的陪伴 然后一些线索 让他自己展开之后 那个答案 他自己 各样自己会说出来 而且那也非常有力量 因为他说出来的 那得到支持之后 他会感觉 这个东西就属于他的 那个东西 走几路来 就会更坚定 是 没错 好 那我们就要来聊聊 你最近推的这本新书 太阳系行星意识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其实我打开来 光一句话 就有被震撼到 因为这句话是什么 我不是地球人 我是太阳系的人 你知道当我想这句话 从一个我站在地球上 马上到一个 哇 太阳星系 然后旁边从这个水星 对不对 水星火星地球 然后一直推展到 哇冥王星 感觉好巨大 那个视野完全跟原来就不一样 是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说 行星也有意识吗 那书名说的行星意识 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 像杨松 刚刚讲到的那个震撼 其实我也有过 因为就是说 你读占星读很久的时候 就很自然觉得 这是一个盘 你就开始研究了 可是有一天就停下来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说 这个盘 它在谈一个人的盘 可是那个盘的本身 它其实是一个太阳系的构造 所以任何的占星星盘 它就是 那个人出生时候的太阳系 瞬间的一个行星方位图 好像就好像被 我们的照相也都照起来 就在那里 就像一张照片 每个人都一张 出生证明书 所以我才突然意识到说 其实每个人的本质 非常非常浩瀚 那反过来就是说 我为什么会谈到意识呢 因为其实 绝大部分 大家谈的都是行星的意义 就是说 这个占星里面行星什么意义 但是我会觉得 它那个意义 其实是不完全 谈到 就能够把这件事情展开 因为 其实人是一个活的意识体 那行星 就每一个人的活的意识体 它放成一个星盘的话 它其实就是上面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放成 十个行星 主要行星 然后每一个行星 它有主要的意识表现所在 所以我突然意识到 就是说 其实行星 它本身就是意识系统 所以它就一个一个一个的意识系统 那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都有太阳的意识系统 那太阳意识系统呢 它是一个发光体嘛 所以它管自我的实现 自我发光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太阳的意识 它不是一个标签 而是说 它是一个很深很深 所有的 这个人 这个生命体啊 它都会有一个自我实现的追求 我们都想发光 这个是我们的共同的意识 那只是这个意识 可能你是天蝎座 那我是摩羯座 那我们那个意识 想要发展的这个特质不同 那或者说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土星的这个意识 那土星它在那个星象中 它就是一个环啊 它实际上有个环 那那个环还真的带着一个限制的意思 所以土星的意识就跟限制有关 所以它这个很好玩 它就是说 从星盘 我们回推 其实行星 它就是一组一组的意识系统 是 那感觉上应该说 我们人 比如说我们自己怎么讲 它有他们的行星运行机制嘛 那人我们有自己活着 好像自己的路径 是 那如何我们怎样 意思说这个东西 如果行星来对待人类的行为 又会产生一种影响 它是怎么样来说 其实占星呢 就是说它的底 当然是一个天文学 它就是观测 你出生的时候 行星的方位嘛 它才会有这一张图 对 但是这个占星的本身 无论如何到目前为止 它都是神秘学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的科学 它其实是没有办法证明说 这个行星和行星 为什么火星在那个位置 这个人就这样 然后呢 这个海王星怎么样 人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就是说在 用科学 那种数据来说 对 只能说就是说 你可以说目前的科学 对于这个星体之间 还不用到更远 就是光是太阳系里面的各大星体 它怎么影响的 它影响多深啊 这个都还在探索 我还记得就是前阵子 有一个朋友刚好传了一个讯息给我 他就说 就是最新的一个科学研究 我发觉就是说 火星啊 火星距离我们大概有四亿公里 可是火星 他们推测出来 火星的某一个周期 跟这个地球 这个深海的 这个洋流的周期 是有关的 所以很妙 就是说 类似像这东西 就是陆陆续续 以现在的科学 好像它就是从某一个角度 可以抓到某一个 那个线索 这个连结 对 但是你说它要把它全貌揭开 可能现在还没办法 对 就我们只能说 某个部分 我们大概只能了解 整个现在信息的运作 包括人类关系 其实有些东西 已经慢慢有些归纳出来 可是你真的说 要像科学这样 比较有数据的话 还真的还是一个奥秘 等着慢慢被揭露 对不对 对啊 所以等于占星 他是直接讲天人感应 就是人跟这个天象 是有一个神秘的连结 然后直接去这个记录它 直接分析它了 对 你想在以前 我记得 我看历史什么 以前最看那孔明在观星像 然后他就可以大概知道 什么人怎么样啦 然后什么未来的怎样 我要讲说 那个东西就很悬 可是如果现在 以占星的角度来讲 其实它是 这个天文学 或是他们 在推算 它其实已经有 上千人以上的历史 而且不是只有在中国嘛 是 很多 各个地 其实像西方很明显的 就是西方的天文学家 跟占星学家 其实是同一批人 像大家都听过 托勒密嘛 托勒密就是那个 在那个古典的 那个科学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威人物 但大家不知道 他其实也是占星师 我们现在 现代占星的一个 推上去最具有 结构性 最有一个权威的 其实就是托勒密 是 所以你讲这个部分 包括你在讲你自己的生命的 一个旅程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原来天文学家 这个角度是科学家 可是一旦他做了 这个研究之后 他更想要更深入了解 是 那这个星 星座我所研究的 跟我的 我们人类 我们的生命 有什么关联 是 所以是 我觉得你写这本书 或你生命慢慢的 走到这个位置 包括做占星疗医师 事实上都是 回到那个刚刚讲的 就是你最有兴趣 还是来跟人 人的关系 或者如何来所谓 透过占星来帮助 或陪伴更多的人 是 好 那我们就多聊一点 就是关于你提 刚刚有提的一些 就是有关于每一个行星 好像都有不同的意识 那要不要来稍微介绍 我们大概这个十个不同的 这个行星 它们的一个不同的意义 有哪些 是 对 就像是刚刚才谈到 那个太阳意识 太阳意识是一个最 大家最理解 因为我们国小的时候就知道 你是什么星座 是 但其实大家有点误用了 就我们如果从那个太阳意识来说的话 这个意识的本身 它谈的是一个人的核心的能力 核心的方向 那所以大家会说 天蝎座就很阴险 然后很会报复 处女座就很龟毛 可是这不可能是一个人要去的方向 定在一个 它就变成贴标签 对贴标签没错 我就发觉 后来就觉得很好玩 是这个占心学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大家可以快速贴标签 但事实上 如果你真的要应用进去的话 你用一个意识的层面去看的话 你会发觉就是说 不管是怎么样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高位 还是他是一个 这个在社会底层的一个人 他都有一颗太阳 他都想要自我实现 没错 那但是呢 在这个生命旅程中 有些人他自我实现很成功 有些人他没有办法长出自己 其实他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深入这个盘里面 去解他的意识 然后找到他的卡点 那这比如说 这个就是太阳意识 那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常常听到的月亮 月亮这个 那月亮这个意识呢 它跟一个人的惯性 一个人的安全感有关 它有点像是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从一个小小的宝宝长大 那月亮就是一个 小小宝宝的意识 所以不管我们长多大 我们内在都有一个 这个内在小孩嘛 其实那个小孩 非常对应月亮意识 所以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月亮意识 那我那个前几天 才碰到一个个案 就是他也很挣扎呀 就是说他的月亮 比如说他月亮是这个射手座 然后他的太阳是处女座 那这个很挣扎 因为他的自我实现 他想要变成一个很专业的人 可是呢 他的月亮的意识 却常常让他感觉到说 人生可不可以就放松就好了 就是开开心心的 很自由自在 不用努力 对 那月亮因为他的意识 跟这个安全感 跟一种惯性有关 所以呢 他就会困扰 就是说 他一旦要很舒服的时候 他要整个放松 那就是往月亮走 可是他的太阳 就是说 可是我们要努力呀 我们要 要有一点专业成就 才可以呀 所以这个意识 和意识之间 还会打架 那其实这也就是 人的内在的真相 其实我们内在 都是在打架的 然后如何的 把这个意识之间 比如太阳意识 月亮意识 怎么样把它 这个都安定好 我们既有办法 实现我们自己 同时 我们又不会切割自己 比如说有些人说 那我不管 我不要 这个太在乎 我自己什么 这个舒不舒服 我就往前冲就好了 可是切割月亮呢 这个人就会变成 非常非常的机械 非常非常的 背离自己柔软的 那个部分 某种程度 他等于在 比如说把整个情绪关掉 不去感受 那你那样就 活得像机器人一样 是是是 这个很可怕 所以他这很麻烦 因为我们的意识 好多种 就是占星学 它的基础 就是说至少有十种意识 那还不包含 就现在很多的新的研究 还有些小行星 哇 全部放上去的话 其实人的内在意识 非常复杂 那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是这个土星的例子 土星这个意识呢 它是一个 我觉得我非常爱谈 就是我是 这个最早就 就是一开始 在上课我就在谈土星 为什么 为什么对土星特别着迷 这个土星 它的本质 其实是大家很讨厌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 被传统占星讲 叫凶星 它是凶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困难 跟障碍 跟这个业力啊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所以大家一听到土星 就觉得 哎呀好可怕 我不要听 我到底有什么业力 可是我的成长过程 我特别对应这颗星 对 就是主要有一个点 就是说我的 就像我说的 我当老师 我也虽然很开心 但我当不成啊 然后我就觉得 就是说 为什么生命这么多阻碍啊 是 然后后来我就是研究了 这个土星之后 我就理解它之后 突然有一种豁然开朗 然后到最后 我反而变成土星大使 哈哈 帮土星说话 对 是 如果你从你的角度来讲 我自己觉得 比如说 不管是我的人生旅程 或是在经营蜂巢 我常常包括去演讲 我都在分享 其实我生命中 最大的礼物 都是来自于那个 最大的困顿 是 比如说我走路深信 是四岁 那时候我人生 遇到很大的关卡 就是觉得 哇 好卡 然后 是 好多的挑战 是 结果没有想到 因为那个东西 我开始往内探索 从我差 有可能这二十年 接触很多身心灵 然后最后 爱上苏维蜂巢 很多管道 然后能够今天 感觉自己越来 能够活得越自在 好 那回到蜂巢 蜂巢前三年 差一点破产 然后那个挫折跟困顿 才能造成蜂巢的一个转机 然后能够现在 还能够安然的在这个事业上前进 所以回过来讲 我说土星的困顿困难 反而是对我们人生生命中最棒的试炼 一旦突破那个挑战跟试炼 哇 就好像凤凰这样 重生 因为土星这一个意识呢 他讲的就是跟成熟有关的一个意识 就是说 而且他很好玩 他在传统占星 因为传统占星 他那个观测天象 他只能看到最远就是土星了 他更远的 那个时候不具备条件 对 那也因此呢 他就变成就是说 好像这个物质界的一个根基 如果他是讲物质界的法则 最根基就是土星 所以事实上的确就后来 就新的星出现之后呢 大家还是承认这一点 就是说 后来的星他就更潜意识了 这个天王海王什么 他在谈潜意识的东西 但是土星 他真的就物质界的法则 因为他谈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说 比如说 你要这个收获 你就一定要付代价 你要成熟 你一定要经历苦难 他大概就是走这个东西 所以 我自己是因为我的土星 这个 它是落在巨蟹 它是一个 这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一个土星 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代土星巨蟹的人 很容易就是说 内在非常非常的纤细 然后可能在原生家庭啊 或跟妈妈之间啊 不是那么容易搞得定 所以就好像一颗这个脆弱的心 不知如何摆放啊 那我这个从小因为这样脆弱 所以我很多事情我都是抗拒的 我抗拒这个接受现实 抗拒接受困难挑战 然后抗拒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我能够做的时候 我绝对不战 我能够躺的时候 我绝对不做 然后就这样子 浑浑噩噩噩 到后来的时候 我就说我开始追寻我的人生之后 我就发觉就是说 哇好可怕 就是说我以前不敢碰的 那个被父母这个 保护的好好的一个状态 开始去接触的时候 发觉就是说 对很可怕 但是呢 每一次 就像是杨冲大哥讲的 每一次熬过一个 要命的关卡 我又活过来 然后又站得更稳了一点 活得会更丰盛更灿烂 是是 然后就这一路呢 这个就推展的我 就是好像越来越有一个 扎实的 这个成熟的底 然后我后来去认识土星的时候 我才发觉说 对原来他要做的是这个 就因为在传统 我们在谈土星 都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你就是这个土星 所以你这个 就先天有这个夜报 好 那就臣服 你要臣服 那你就是单了这样 那这个也可以这么说 可是对我来说 就是说 好像有些人就会变得 特别沮丧 就说哎呀 那比如说土星双子 那我就是特别不善于说话 我特别交流 这个交朋友 这件事情上很难 那所以只有我夜报 那也就这样了 可是其实土星不是 土星的意思就是说 交朋友困难 这件事情是啊 是你 这个可能是很久以来的 这个困境 可是如果你愿意扛起 这个困境 你愿意不断的去练习 不断的去 这个突破它 其实你反而有机会变成了 这个交朋友 社交权威 或者是沟通权威 其实土星 它到最后 是会变成了权威 这个位置的 是是 你在说有一个 让我感觉到说 在比如讲土星 它事实就是 它活生在那里 那它有那样的质地 代表的面向 可是如果你从这个角度 这样看 你可能看到时候困难重重或干嘛 可是你从另外一角度看 我接受挑战 然后我可以怎样 所以那某种程度又再来到一个 我们常常讲说 很多的事实是不会改变 但你的想法跟你的一个态度 很重要 是是是 好 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个 我觉得也最有趣的是 最远的那一颗 通常也是大家不愿意去谈 第二光明死 大家想要明王星 明 哦这个字好像不 明王星好像都有一种优惠 然后又跟好像定义 跟什么那种 有关你知道吗 可是这颗星好像 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部分 这个Via可不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 是是 明王星可能要讲起来 真的要好几堂课 但简单来说呢 就是明王星 因为它其实真的是在边缘了 就是说 如果以星盘来说 它真的就是最外围的一颗星 其实它实际上在 真的在谈盘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说不上 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维 它是潜意识的底端的东西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平常根本没有意识到 所以它很容易被忽略 对对对 但是其实它的意涵非常非常深 它是在潜意识底端 人的内在 如果简单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执着的 非常强烈的支配的一个点 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的盘 一定都有明王 我们无论任何人 所以你看起来在温和 在温柔的人 你都会有那一种 我非要不可的坚持 或在某一个点上 你就是栽进去 你怎么样都不能放手 甚至到我不惜摧毁一切 我也要的这个程度 其实这个力量就是明王的力量 那明王的意识的本质 它叫做蜕变 蜕变 所以其实这个 什么叫蜕变呢 就是说 什么样的状态才能蜕变 我们想想看 就比如说 你一个这个叶子好了 你的叶子 我们要把它变成 这个另外一个形态 你剪的这个柔啊什么 没有办法 你只有一个方法 就把它烧掉 烧掉之后 它变成灰 它变成碳 另外一个形态 所以明王他讲的蜕变 就是熊熊的燃烧 这个毁灭之后 它转变形态 所以某种程度就是 直接讲就是死亡跟重生 是是是 没错 所以明王很可怕 就是说大家不敢谈 是因为 它就跟死亡跟重生有关 可是你看哦 比如说我们都很 被印度吸引 我非常喜欢印度 然后你知道 印度让我原木 我那时候参加的 第一次 我真的到现在 都没有办法忘记 就是他们 我们在印度 就是人走了嘛 然后我们就跟着一群人 然后就送到那个河边 然后他们就 下面就是木头 然后开始 烧那个 然后你就看着 在那几个小时 那个身体 从刚刚讲叶子一样 然后火 然后燃烧殆尽 是 然后一切 从有到没有 那个过程 是 对啊 其实 其实对于 这个明王来说 也没有一个东西 是真的被毁灭了 因为 你烧完 你还有灰呢 然后这个灰 会融入大地 大地会长出 新的东西来 是 所以这世界上的 这个能量不变 所有的物质 它就是不断的 在变更 那个形态而已 对 所以明王 他谈的就是说 人的内在意识啊 如果 就是说 你有一些 非常非常深的 然后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 这个明王的意识 会把这个东西推出来 不管它是一个毒素 还是一个旧的 僵固的 这个坚持 他就会把它推出来 然后呢 你会因为明王这个意识 遭遇到 或者是你自己主动的发展出一个很极端的现象 导致什么东西死掉了 它不一定指的是形体上的死 他有时候是 哇 我终于就是在不断撞墙 这个一百万次之后 死掉了 那一个坚持死掉了 然后放手了 然后放手之后 有一个新的东西会长出来 明王讲的是这一个 OK 好 我们聊到这里就想要 我们拉的比较跟自己有关系 就是如何利用占星来更了解或帮助自己 那所以这个部分 VIA来聊一下说 我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开始分析跟解读 透过占星来帮助自己 其实占星学非常复杂 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是初学者的话 那我当然很建议就是说 最好方法就是买几本书 比如说你可以参考我的书 或者其他关于占星学的 比较通论型的书 然后呢 你只要能够照的书 一般书都会有这个指引 你就把这个自己的生日啊 这个出生的资讯 这个输入到一些 这个网络上有些免费的软体里面 就可以得到一张星盘 然后你可以去对应 你可以翻着书去对应 那这里面大概特别可以去 就比较好这个入手的就是内行星 内行星就是包含 你可以去解读你的太阳 月亮 水星 金星 火星 那当然还有一个它是一个能量点 叫做上升点 这个跟这个行星的这个概念 又是稍微有所不同了 好 那总之呢 就是说上升点或者是太阳 月亮的里面的这个星座呀 你可以去查它的这个特质 你就可以知道你有某些 基本的意识的特征 就比如说你的太阳是处女座 月亮是射手座 然后水星可能是也是处女 或者是什么 然后呢 你就会把它列出来 然后去一一的洞察你自己的意识形态 那当然你还可以再去查 比如说宫位 那宫位呢 它就可以去理解一个人的意识发展的 主要的领域 那至于还有相位 相位就是如果 你去查有些这个软体 它那个行星之间会有些线 红色啊 这个蓝色啊 等等的线 它这相位 相位它就可以观察这个意识的活性啊 比如说你的太阳 这个假设冲突的这个相位多 那你这个自我实现的这个意识 它里面就充满了各种矛盾 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或者是如果和谐的相位多的时候 它这个内在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个潜能 或者是一种满足性 所以大约啦 就是说可以从这个地方可以入手 那如果举个例子来讲 拿我自己为例嘛 那我太阳星座是金牛座 那我的月亮是双鱼 那我的上升是水平 那从这几个方面 我如何来 好像有一些 这个透过这个星座的知识来 来看待我这样的一个 洋葱的这样一个生命 你可以 我们可以先从月亮开始说呀 这个月亮双鱼的 这个尤其是男生 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位置 因为月亮的本质很柔 它就是一个宝宝嘛 那男生在传统战型里面 月亮都不谈的 月亮都是一个投射 就是说男生是不可能 随便把这个月亮显示出来的 会我们显出我们那个柔柔那一面 对 所以月亮通常就说 月亮双鱼的人会找一个 特别纤细的 然后带着一个敏感的 温柔的 然后无限的这个 聪慧 这个敏感而聪慧的这个特质 然后你就娶个这个老婆 但是呢 当然现在的战性不可能 这么说了 所以这个月亮双鱼呢 在一个男生来说呢 肯定这个男生就会比一般的男生 更能够感受到更细致的层面 你的情感面相 比如说你虽然是一个太阳金牛 人家觉得太阳金牛就是 很物质 一个物质 很务实的一个牛 可是因为你是月亮双鱼啊 所以你的那种细致的感受度 然后你的情感的那一种敞开 其实是非常非常 只要你愿意去面对它 你愿意接受这个特质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如海般浩瀚的一个 一个这个包容度 你的你的感受性 你的敏感度都像海一样 像我后来能够走入身心灵 这个应该是跟月亮的 绝对 双鱼这个部分 是是是 那这样子的一个基底 很容易会让人家就说 可能如果真的 我们在外面工作上认识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太理解 可是比如说你的家人啊 或者是长期工作 十几年的朋友啊 可能就会感觉到说 哇这洋葱也会有 非常非常脆弱的时候哦 对然后也会能够理解说 哇你的情感很多时候 其实你也是需要支持的 比如说因为太阳金牛 大家觉得你太强了 可是其实也会知道 你需要支持 或者你也可以 因为知道自己是月亮双鱼 你会知道说 其实你的情感非常丰富 你不是像一个勇者一样 自己一直在前面冲 你有的时候也会需要 会守的休息 护一护自己 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综合 那当然无论如何 你的太阳是金牛 对 所以你还是会想要 成就些什么呀 没错 你会想要知道 一个东西的质地 比如说洋葱大哥做音乐的 你肯定就会做出一个 非常非常有质感的音乐 因为质感会是金牛 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大家会以为说 金牛人是不是一定要赚钱 钱是质感的某一个呈现 没错 所以你说金牛人 其实肯定会赚钱 因为质感在这个世界上 很容易就会变现为金钱的价值 它不是相冲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才会说就是说 洋葱大哥势必会有一个力量 就是说你会带着一个非常雄厚的 把这个质感做出来的力量 但是又很细腻 所以在那个细腻里面 大家是或者你自己 就可以知道怎么把这个整合起来 那至于上升点的水平 它就会变成是你的一个 如何面对世界的一个方式 它比较像是一个场 它是一个能量点 所以就像是说这个上升点的来源 跟你出生的那一时间的东方地平线有关 所以那是那个东方地平线的能量值 所以等于说你有这个能量值之后 你这一生在任何时候 你开始些什么 你面对世界 你面对人的第一时间 你是水平 那水平会使得这个洋葱大哥 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包容性 你的双鱼也很包容 然后你的水平是另外一种包容 它是一种多元性的 就你对于是一样所有东西 你都不会觉得奇怪 你会觉得 我比如进一个公司 有团队 或是我很喜欢跟不同的领域的人 洽谈或合作 其实这也是 这就水平的这个力量 你会有一个很大的场 就我们一旦接近到你的时候 我们会被你这个场包围 就是我们会被接受 我们不管高矮胖瘦 我们做的是各行各业 全部都会被接受 这个就会是洋葱大哥 非常好的一个特质 所以一个人 他可以综合这三个特质 去发展他自己 听完那个Via这么说 我好像觉得 好像这个感觉 除了开心以外 当然就是更了解自己 在星座的面向 生命的特质 然后也因为更了解 说你在生命的 在走自己的道路上的话 会感觉更踏实 然后更有信心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聊一个部分是 为什么这次会邀请Via 就是因为我今年年初 参加了好朋友Kabisha 他主持的PASS身心灵中心的 一个年会 那天Via用詹勋学的角度 来解析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觉得他的内容分享非常棒 所以在这边 请Via跟听众们分享 就是我们现在 现在所处的这个事迹 就是水平事迹 然后又很重要是 要进入冥王星 对进入水平这个星座 所以刚刚又提到了 冥王星代表的是蜕变 那么所以我们要多来聊 冥王星 比如说他过去的这些年 他位置在哪里 然后我们又从詹勋学可以验证 时代的变革 物质层面产生怎样的影响 来Via来跟我们多说一些 是是是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冥王星 它是一个力道很大的星 对 那它在每一个人的星盘中 都会出现之外 其实冥王星还在天上继续走呢 所以冥王星在天上 现在的这个走动 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行运 就是流年行运 这个上面的这个星的能量 跟我们本命就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张自己的照片 那上面的星跟自己的本命 有一个这个怎么样的互动 这就是流年 那这么多的流年里面呢 冥王它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力量 因为它的周期很慢 它大概15年到20年 它才会走过一个星座 所以它会造就一个很深远的一个这个影响 在在这十几年 20年的这个过程中 那它等于说是所有周期中最大的一个周期了 哇 这个20年 那如果我们这样缓推的话 过去在冥王 同样是这个时间 是已经是不是在200多年前 是是是 两三百年前 那历史的 那个时间冥王发生的作用 那个年代的历史 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 今年是2023年嘛 那2023年这个往前推20年 差不多到2008年左右这个时间呢 其实冥王之前等于说是在摩羯座这个地方 也是十几年 这样20年了 那这个冥王这个摩羯呢 它就是说刚才讲了 冥王本身就是叫做蜕变 那它这个蜕变里面会带着两种力量 一个呢 它会把一个很深沉的 这个这个能量 这个元素整个推起来 比如说冥王摩羯时代 它就会把摩羯这件事情 整个推 从底层推出来 它会推动这个能量的一个 集中一个成就 但是同时 它也会带着一个 这个能量很深很深的 这个蜕变的清洗的 甚至毁灭的一个力量 所以其实过去这20年 也就是我在这个研究占星的这20年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冥王摩羯啊 可是这件事情 因为冥王摩羯 实在是太久远了 时间太长 那没有真的进我的心 我知道 但没有进我的心 我什么时候才有gay到呢 其实就是在那个2020年 2021年疫情那个时候 进来的时候 然后我突然看了个心 我突然被震到了 我突然意识到说 原来我们在摩羯的尾端了 那个时候已经在尾端了 然后差不多要迈向冥王水瓶了 然后我突然这个整个结起来 我想说 那冥王这个这么集中的力量 再加上水瓶 水瓶是一个 待会也许我们可以聊一聊 水瓶是一个非常繁复的一个力量 那这个结起来会怎么样 然后我就从这地方 突然以前这个所学的东西 全部结在一起 然后我也意识到就是说 这一件事情肯定不是现在才发生 就像刚刚这个杨松大哥 很快就想到就是说 对这个冥王他大概两三百年 他就转一圈 所以上一次是发生什么事 对啊发生什么事 比如说像是这个冥王摩羯 大家如果听到他的这个道理的话 就知道他一定会对于 所谓的物质啊 结构啊 体质啊 他会有一个非常极致的推动力量 同时他会去清洗嘛 会去这个带着某一种 我们的蛻变也是一样对于这个物质文明 所以在那两三百年前 这个很难想象就这么巧 这个冥王摩羯时代就是工业革命的时代 就是工业革命 带来的人类很大的变革 对我们人类第一次知道有这个机械这件事情 然后开始用机械 然后什么蒸汽火车啊 什么的全部出来 那个是人类的物质文明一次很大的翻转 所以我就意识到之后才意识到说 对耶原来我们又再次来到了那个点了 明王摩羯点 而呢真的回顾2008年到这个 2023年这段时间 你真的可以看到 就是说他在那个金融海啸之后啊 其实整个世界经济是非常稳的 一直在涨 他甚至就是说很多人就觉得奇怪 他不是经济上应该有波动 他应该是什么十年 他就掉下来一下什么之类 没有这20年他其实是一路涨的 在经济上是这个 那包含像是政治面上 你说也很妙 就明明是一个这个现代民主时代 但是你说中国啊 俄国甚至美国都出现了强人 甚至那个是比较集中的 这个强权统治的一个状态 这个其实也跟摩羯的能量 是非常非常呼应的 那当然就是说 他他推动这个东西 推动一个极致的时候 他里面的各种的 他要太患的 他要这个这个 重生的东西 那个毒素啊 肯定也不少 所以到了这个2020年 2021年的时候 那时候来到一个很特殊的星象 好多的星全部挤在冥王旁边 土星啊 什么南郊点啊 木星全部挤在那边 他就是加强了 这一个蜕变的能量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看疫情 它带来你看全世界光 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那个 不是代表死亡跟重生毁灭 你看那个时候已经走的人 大概有七 不到几百万 不过几千万人 是 很可怕 对 然后带来我们整个生活上的一个转变 对 然后某种人在预告 总共预告水平的 水平时代的那个冥王星 这两个元素结合的 尤其我看你的书也提到 你看我们现在 马上正要面对AI的时代来临 然后今天又有人在发布是说 哇 三年五年后 你想象不出的整个的世界的变化 会有多快的速度在进行 对 这些好像都是在 在告诉 就是一步一步的在扑了 所以挺可怕 就是从那个占星的角度去看 就可以知道 就是说从疫情那个时候 冥王摩羯有个很大的清理 然后整个物质文明 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峰 但是他也被狠狠的清理一波 之后接着冥王水平 所以呢 接下来2024年到差不多2044年左右 又是20年 他就是冥王水平的时间 那他这个冥王的这个推动 这个毁灭重生的力量 这下还不是加摩羯 加上了水平 那水平的变化性 他本来就是一个自由自在 没有定性的一个元素 然后他又跳脱常轨 他又叛逆 他又带着一个迅速的爆发的力量 然后当然他也带着很高的理性 自由 然后呢这种这个人本的这个精神 然后呢跟科技是很相关的 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说 接下来这20年 也许呢在好处上 我们真的会有一些难以想象的突破 就像刚才杨聪大哥讲的 你根本无法得知那个AI 它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什么程度 然后或者说 是不是到处都会是机器人 还是什么的 然后车子在天上飞 对 那到底会是什么状态 或者是说量子电脑 这个我们一般的电脑 都已经快搞不懂 他还出一个量子电脑 对啊他那个运算的这个 几乎是这个 现代传统电脑的 不知是几万倍 还是几百万倍的这个等级 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了 然后元宇宙啊这些东西 所以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但我们没有办法 在冥王水平这20年 我们其实无法推测 它会突破到什么程度 好能你讲这样的话 是很多人听了一定会 开始有点心惶恐 或很怎样 那我们应该如何来自处 在这样一个动荡 然后变化 可是又充满了自由 或是很多的可能性 是 我就是像上一次 杨冲大哥听到的那一个演讲 我就跟大家一开始 我就说我们老年的时候 肯定跟我们爸妈不一样 因为我们已经在这个时代 会见过太多前所未有 还不是爸妈那一代 而是这个千古以来 几乎看不到的这个东西了 所以其实你说 它是一个最不安的一个时代 但也会是一个最有可能性的一个时代 那它最大可能性 其实水平里面最深的一个意涵是什么呢 其实水平跟进化有关 它谈进化 就是为什么要跳脱 为什么水平要跳脱长轨 因为长轨它是就是一回路了 它没有办法再长了 水平的这个元素 它来就是来啪 整个跳出去的 所以人类好不容易来到这个水平的时代 在这个两三百年前的这个冥王水平 是什么时代呢 其实就是也是人类历史一个大翻覆 就是这个什么美国的独立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那个时代 这也是人类这个世界第一次听到 什么叫做民主 第一次听到还第一次有人实践出来 所以它是在这个几百年前 它就已经来一次 那现在以我们的这个文明基础 那肯定不一样 那所以它其实会很重要的在于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要进化呀 那我们要进化到哪一个方向 哪一个地步 哪一种状态 哪一个方向去 对 所以这个进化 如果大家是抓的是这个外在的变化 那不用说了 科技已经证明就绝对会上去 那我在你书中也提到 水平 其实它有一个特质 是不是跟群体的意识又很有关 是是是 所以我们这种进化 不会只是我们个人进化 好像又跟集体进化 很有关系 是是是 它的原理是这样 没错 就是说水平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吃群质 这件事情 就是说它不是个人 一个人聪明 两个人聪明 它是一群人都处在一个独立自主 充满了一个这个创造精神的状态下 一群人这个协力的造就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它的确尤其就是冥王水平的时候 它其实非常有可能就是说人类是集合这个重力一个大的翻转 那我刚才就说了 那个翻转如果是外外在科技呀什么的这个东西 不用说已经看得到了 可是事实上最关键的点不是在外面的 而是就是说刚刚我们谈的 就是你你准备好了吗 你你你你知道你要进化了吗 你知道你要进化到哪里吗 所以它这个时间点 我会觉得在人心上最大的一个挑战是 我们恐怕没有办法就是留在一个就是很僵固的 很熟悉的很舒适的一个这个舒适圈里面 这所有人都得要有一个翻转的准备 那那个翻转准备有的是你你想不到的 比如说你觉得我这样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进步呢 可是就像每一代的青少年都在对他父母抗议的 就是说当然要进步啊 而这个这个抗议恐怕在这个时代 会变成是一个底层的一个很大的动能 就所有人在人心里面 我们都要朝 比如说如果人类集体的一个意识 都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处理资源 我们只能耗损资源 那我们在这个时代其实是正好一个时间 我们如何思考人集体的翻转资源运用的方式之类的 我们如何的让人永续发展 而且是所有人永续发展 这个会是接下来人类非常非常重要的进化的方向 你提到这里 我就昨天晚上参加一个讲座 就在谈这个话题 现在的企业 包括现在世界的投资 包括趋势都很重视 现在你所做的企业的特质 是不是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环境能够产生一个永续的 而且是透过每一个人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回过来这个部分就变成说 其实你刚才讲的部分说 我们刚才讲 那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有听到我们这一集 或是说他觉得他也相信 明王跟水平这个力量 那他的自处之后应该是不是抱持一个是 学习敞开 然后你讲一个很好的说 很多人大家喜欢站在自己 现在我已经活得很舒服 那我就最好不要改变 其实应该反过来讲是说 他还有更多可能 比如说你以前没有想到说 搞不好哪天你可以上外太空去旅行 很容易的 那你保持那个敞开 然后大家共同学习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或是你个人还对大家 还没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我觉得杨中大哥差不多讲完了 真的就是如此 就是说在明王水平的时代 我们要如何面对他 其实他动你不能不跟着动 你的内在一定是要敞开的 你要能够不害怕改变 能够勇敢的前进 这肯定是接下来这个时代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 那个浪已经过来的话 如果你不跟着动 那你就下去了 对下去了 那我们应该练习说 就开始学习冲浪吧 或是不能冲浪 我们带一个滑板总可以吧 对或者是你可以去学习 就旁边人冲浪你不会冲浪 学着冲浪嘛 然后跟着人大家一起玩一起带着走 而不要躲在自己封闭的小世界里面 然后我也蛮相信说 如果刚刚讲群体意识进化 对不对 如果我们有一群人 我们都有这样共识 然后我们也这样 带着这样态度去学习 去敞开 接受那个进化 那也许这个进化频率的力量 还会带动我们周遭的亲友家人 大家共同进入那个旅程 那个绝对是 其实最期望的接下来时代就是啊 就像是我们如果要发酵什么东西 你丢两颗这个两两只这个菌 进去一定不够 但只要有一小撮 对 然后他就是不断不断的发酵 然后到一个群体 他那个力量就会出现了 好 那我们聊到这里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样啦 其实 我觉得以前我们讲的占星 也许或许你可能没有太感觉 或是我觉得说 以前占星好像就是好像算命一样 可是听Via聊完之后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系统 然后我觉得你可以 那个原来是一个 比如说叫观星 像我们天上星每天都在看 好像看起来跟你很遥远 但事实上 透过你刚刚讲的行星意识 每一个部分说 它也是一个有生命的 一个好像意识的一个体 而且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然后抱持着这样的态度 我感觉有个部分是说 好像更加应该去认识他 也应该去有机会去多一点 深入去了解嘛 那所以非常要不要跟我们分享 在未来 有没有些什么机会可以 就是你这边有没有什么课程 或者什么工作坊 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计划 包括新书 来跟大家讲一下 大概这下半年的话 可能有一个就是说 关于南北郊的一个工作坊 大概在四月份的时候 那之后呢 可能我们陆陆续还在规划中 那大家可以就是说 参考我的这个VR的这个粉丝专页 或者是我们的课程中心 叫做PASS 这个PASS 这个生解工新还原的这个课程中心 我们会陆陆续续推出一些课程的 好 我会来推动咖啡响 创办的咖啡响是我好朋友 我自己有兴趣 至少下半年来开一个什么 一两天的工作坊 我觉得不是说我们要深入 一定要每一个人当一个占星师 可是我们应该可以透过 占星这方面的有系统的去学习 然后可以来让我们 哇就像刚刚讲的 可以对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有更一个不一样 更细微的 更好的一个了解 然后这样我想 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会更有一种信心 我觉得应该是 就像我听完他的那个 听完VIA的那个演讲之后 我其实那时候想着说 就看到一个画面是 我要冲浪 然后我要 那个浪过来的时候 我要站在那个浪上 然后来看待这个世界 就无比的宽广 好 那我们聊到这里 就告一个段落 然后接下来可能 我们的深信小学团 在水平时代 我们要请VIA老师 给大家一些建议跟祝福 在水平时代呢 我觉得我们阅读占星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谈行星意识 为什么呢 因为人是一个美妙的意识体 我们所有的意识都是活的 所以在星盘中的一切的指标 它不是一个死的一个状态 它是一个先天的格局 但是透过这个格局 也许我们会有机会 不是感觉到限制 而是能够一次一次的 找到自己专属的课题 从里面翻转而出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变动的水平时代里呢 可以提醒大家 就是接下来的这个能量呢 变化多 频率非常快 那也有可能造成 我们非常多的耗损 那希望大家呢 能够第一个 可以保持你的动能 然后整个身心 是处在一个打开 但是与彼此连结的一个状况 第二呢 也许你在很多的时候 你在不断的应付 各种变化的同时 你也可以好好的 回到你的内在 持续的蓄能 这个核心将会是 你乘风破浪 最安全 最安稳的 那个基地所在 今天你在节目中 听到的这首曲子 曲名为 地卡坡的星空 收入在同名专辑 地卡坡的星空中 这张专辑是由 资深首风琴家 蔡伟静 以夸借古增才女 徐曼玄组合的 放风针乐团 扑起演奏 希望你也会喜欢 感谢好朋友 VR今天来到节目中 和我们分享她的新书 以及 占星学的奥秘 希望今天 这一集节目内容 对你有所帮助 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VR老师 最新动态 欢迎查询 本集节目资讯栏 感谢你的收听 播客平台的新朋友们 喜欢节目的话 欢迎订阅收听 欢迎追踪 播把洋葱大叔IG 风潮音乐心灵课程粉串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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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